越是当你滔滔不绝的时候,你的愚蠢越会暴露无遗,越是当你吸耳恭听的时候,你的智慧越会快乐生长,灵芯是取缘之长,补给之短的两方,灵芯是沟通双方,尊重对方的桥梁,灵芯是抛弃错误,远离懊悔的法宝,沉默能省去许多烦恼,倾听是最大的智慧,学会倾听,你会发现世界也在跟着你笑, 每当疲悲的时候,那就停下脚步,遥想追逐的远方,集取力量再上路,每当困惑的时候,那就停下脚步,疏离纷乱的思绪,去走迷茫再上路,每当痛苦的时候,那就停下脚步,吐没流血的伤口,擦干眼泪再上路,每当放弃的时候,那就停下脚步,做出艰难的取舍,身份精神再上路, 我们停下脚步,其实只为走得更远,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时,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,要学会准备注意力,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为事实,就尝试着去接受,去面对,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世界,世界也不会因你而改变, 所能做到,就是适应世界,不钻牛角尖,不要和别人判比,你的生活,应该有你自己的精彩,活在当下,把握每次的机会,面机会烧纵即使,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路,小事,幽默的说,没把握的事,谨慎的说,开心的事,看意和说,伤心的事,不要见人就说, 别人的事,小心的说,自己的事,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,现在的事,做了再说,未来的事,未来再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